《大香港早晨》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 早晨節目 來到第二節 第二節 今天再講一次 因為我有些事情 要出去工作 所以今早做不到節目 我今天錄定了兩節節目 完成這一節之後 再看看阿菲表演 這節說什麼呢? 這節說一說 我經常說的話題 就是 零首期買樓 十成按揭計劃 然後 現在英國推了 英國推了十成按揭計劃 貸款計劃 英國有房貸公司 推出了這個 首次置業者 只限於首次置業者 首次置業者 零首期 十成按揭貸款 這個計劃名叫做 Trade Record Mortgage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要去檢查一下 你過去的紀錄 什麼人有資格申請呢? 其實 申請資格 是非常寬鬆的 你只需要提供 過去的租樓紀錄就可以了 租樓紀錄就可以了 租樓紀錄 它的概念就是 你曾經有 過去的時間 一定時間裡面 有支付租金的收據 或者有交租的證明 證明你能交租的 證明你之前是有租樓的 如果你租也沒有租過的話 不行了 如果你之前有租的樓 它就會覺得 有這個記錄做證 就證明你就可以供樓了 那麼它的邏輯是什麼呢? 它的邏輯就是 你有能力支付租金 你就有能力支付這個案件 又錯不完 當然它不完全對 但是其實 也是實況就是這樣 你交租 交完租 不如就要來供樓 但是它有些限制 就是它每月的還款額 不可以高於申請人過去六個月的平均租金 那就是你要提供你六個月的平均租金 就是你買一個地方 首先你要提供你過去半年的租樓紀錄 然後你買一個地方 它好像最多是按35年 它最多的年期 最長的還款期是35年 就是你買一個地方 那個樓如果攤分了35年還 那麼它每個月的租金 如果是不高於 如果是並不高於你過去的六個月租樓 的平均租金值的話 就是說那個 攤了35年之後 那個每月的供款額 是低於你現在 在租樓的租金的話 那麼它就判斷你有能力供得到 當然其實這個邏輯不是 這個邏輯有點耕你 因為這只是你過去六個月 有能力給到那份租金 不代表未來35年 可以持續地有能力給到這個金額 但是 它 不理 它不理 那麼 就是不理 當然有風險在這裡 但是風險是值得承擔的 它的概念就是這個風險值得去承擔 為什麼風險值得去承擔呢 就是這個我過去講的 經常講過的概念 就是 為什麼我認為 香港應該推零首期買樓呢 為什麼應該十成的按揭 能夠讓人可以 零首期上車呢 原因就是 你整個 投資市場 現在斷了籃 如果你的投資市場 本身沒有一個穩定的本地供應的話 你始終就會有一個資本流失的風險 而 你本地人 就算鎖住他一輩子的工資 在買樓 他有多少錢呢 問題不是他們本身的貸款 或者那個還款有多少錢 問題就是 他鎖住了一個長期的貸款計劃 這個長期的貸款計劃 就可以衍生別的東西 當你有一個機構 手握著這麼多的長期供款 也就是說你放了這麼多債 你有這麼多債仔在你手上 而那些債仔是會還錢的債仔 那你有一個長期的還款計劃 那就是一個長期的貸款 那這個長期的貸款回來 你這個金融機構 有了這麼大堆的債務 在你手上的時候 那麼大堆的 即是 不是債務 即是有這麼大堆的放數 在你手上的時候 也就是債券 你拿著這麼多債券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成衍生別的投資產品 然後那個錢才會在你手上滾大 但是追完索本的基礎就是 有沒有一個在最根部的地方 有一些本地人 去為這些金融 將會被槓桿起來的一些資本 去做一個基礎的建設 那麼基礎的建設就是貸款 因為貸款乃金融資本 你一個核心就是從這裡做起 但是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始終就浮 你多大的交易中心也好 你貸款多少東西 就算買金服來上市 雖然現在會搞一段時間才上市 因為買金服 買集團也是好笑的 買集團其實已經克服了所有的障礙 買集團理論上應該可以上市 但是買集團現在呢 在大陸拿不到金融的牌照 為什麼拿不到金融的牌照呢 就是因為 批金融牌照的那幫人 轉了另一幫人 這個就是 我以前在大陸拍戲的時候 就遇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 你做一套戲 你已經過了關卡 你吃了飯 做了各種應該要有的禮貌動作 打好關係 搭通了天地線 欠臨門一腳 就是欠臨最後的批文出來 你只是欠了幾天 那幾天的批文就出來了 結果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剛剛上個星期 他們一群人就換了 一群人就調職 一群人就不在廣電局做了 他就調了水務部 然後局務處 機電處 就找了一群人來做廣電局 那這群人就說 喂 喂 何總 恭喜你今天新上任 這個審批就做了兩年了 應該就臨門一腳 希望你查了 蛤 我沒看過這個項目 我不認識你 要再來過 現在馬亞集團就是這樣就放了 那些金融審批人員 換了一批 就再審過了 講完了 講回十成案件 這個也是香港的問題 這個也是香港的問題 就是浮 那些資金浮 那些資本浮 尤其是現在更加需要把那些資金 落地生根 在基礎 基層上鎖下去 為什麼英國要做這件事呢 以及為什麼英國在這個時候做這件事呢 第一 就是 我先講回為什麼要浮 我先講回香港的金融狀況 和錢的狀況 為什麼會浮 就是因為它容易走得掉 就算你有一些大型的集資項目 例如大陸有什麼大集團來香港上市 上市 你吸引投資者 投資者來買 然後錢賣在這個地方轉 然後就有融金 有利潤 交易費用 離印費 印花稅 然後出出入入 然後做了港幣的支持 這就等於是 資本投入就是興旺 但問題就是 它正在賣的東西 譬如 假設那個人是賣集團 賣集團的股份 在香港上 那些東西本身是外來的 那些公司根本就不在這裡 那些錢根本就不在這裡 它忽然間要退市就退市 它不在這裏上市就不在這裏上市 它只不過是在這裏集資 它集完一輪資金 之後我放回去 我退出這個市場 會這樣的 好了 即是產品本身是外來產品 買的人 買的人都可以是外來資金 甚至乎很多都是外來資金 可能是國際投資者 一些基金 基金投資 那些東西 你變成 股份是外來的 投資是外來的 那些東西 依斯坎 依斯高 一轉 風向一轉 或者無論是國際形勢 政治局勢 又或者只不過是投資潮流轉 它就轉 就轉走 好了 接下來 譬如虛幣就是這樣 虛幣就是 現在大規模在美國撤走 香港想跟它爭 香港想跟美國爭 事實上 香港搶很多都未撐 但是 你買那些虛幣 那些虛幣中心在香港 然後 那些投資 那些虛幣始終是虛 不在香港 那些虛幣事實上不在香港 雖然你在街上看到那些虛幣跪完機 但是 你吸引它買的 你不是吸引街坊去買的 你始終你是吸引一些網絡的投資者去買的 那些東西又是ece come ece go 而且那些東西是不落地的 真的令到它可以促進到金融業 根本地有發展空間 你要令到這裡的人在這裡欠債 這個就是金融的核心 那個到底是不是一個金融的城市 或者是一個金融業興旺的地方 就是有沒有當地人 在當地欠債 這個是最主要的問題 英國為什麼要推 零首期十成案件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推 當然要專注香港人 多人 多人流入 多流動人口流入 你把那些流動人口鎖在那裡 你要那些人留的 就是流來流去的 他來了就可以走的 那些人本身是ece come ece go 開始會有回流潮 然後他來了之後 先鎖他在那裡 怎樣鎖他在那裡 欠債就最好 那些人不在那裡 不要緊 你不債在那裡 就行了 你的人離開 跨國追利債 你債在那裡 還有你那個是房貸 房貸 你的房子在那裡 你一層樓在那裡 你離開 銀主盤 拍了你層樓 也好 房貸其實是很穩固的 房貸是非常穩固的 譬如現在英國推 十成按揭 十成按揭 首先就是磚頭這件事值不值錢 而十成按揭本身就是 確定磚頭這件事繼續值錢 這是我之前一直說的 就是你要令市場有一個承接力才行 你要能接到才行 香港為何會近年 那個政治經濟全部都出問題 就是因為樓價誇張到的地步就是 沒有人想入市 你30歲以下的人 大家根本沒有那個夢想 現在30歲以下的人 誰會想買房子 想來做什麼事 怎麼可能 正的首期已經沒有可能 你等他倒閉 會等到他瘟疫又不會倒閉 之前時代革命又不會倒閉 要等什麼 真的要等打仗才倒閉 不知道等他什麼東西倒閉 到他真的慢慢煙乾下去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錢 那些事沒有意思 但是樓市經濟還要有價值的時候 你起碼這些人要承接到 你一個人二十幾三十歲 你三十五年後 你三十五年還款 那你三十五年還款 你當然希望他二十五歲開始借 你當然希望他二十五歲開始還 你二十五歲開始還 還到他六十歲就剛剛好 那你就鎖住他一輩子 雖然六十歲也不是一輩子 六十六歲才是中年人 現在 你鎖到中年 鎖到中年 這個數目就對了 而你人鎖住了 然後那個樓 如果你想套現他便會賣 賣他當然想高價 於是樓市便會向上 樓市經濟才可以 是一個令到樓房 樓房怎麼會令到他有價值 有保值呢 那個不是供應的問題 不是供求的問題 而是信仰的問題 你要令到大部分人都覺得 這個東西有價值 但是當那個價值脫離了 你的認知範圍 那個就不是信仰了 那個就變成迷信了 迷信就是破除迷信 現在香港的狀況就是 年輕人覺得要破除迷信 你不可以容許這件事出現 英國現在就做了 英國要做的就是 兩個原因 第一 從本地來說 吸引年輕人 希望年輕人 令到他背一身債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就是外來人口 希望外來人口 你住了半年以上 反正你都租了 不如你在這裡欠債吧 外來人 欠一身債 買一層樓在那裡 落地生根 外來人很危險 待會他回流香港 現在已經開始有了 回流香港 他跑掉了 怎麼辦 他就不還債 不要緊 你不還債 就拼了你層樓 有些專家開始說 要小心 這些十成案件有風險 這些人可能沒有還款能力 有救他沒有還款能力 當然 你說不是 有斷工潮 次案危機就是這樣爆出來 次案危機不是在於 有多少人斷工層樓 而是斷工之後 衍生的槓桿有多大 你要明白那件事情 就是 那個概念就是 你要明白那個金融體系 如何運作 有人做了一些債務 我借了錢給你 你去做生意 你去做各方面 你定期還錢給我 你定期還錢給我 那張欠單本身就值錢 那張欠單本身就是 我就可以拿著你張欠單去賣給人 那我可以拿一張欠單去賣給人 那我就視乎 我怎樣跟你交付 那個債務 看息口是多少 罰息又會是多少 遲還款的罰款又會是多少 這些所有的東西 它使得那份合約本身有價值 而當我說 追債都是一種 都是一種有行政成本 我想脫手 我想把行政成本 那我就可以賣 那我高價賣又可以 低價賣又可以 但是在賣的過程中 你只要有交易發生 當那件事能夠成為交易 就會有人去做一些 以此交易為生的人 而只要有人是以此 來為生的人 他就會想辦法 令到交易是向上交易 而不是向下交易 而金融就是這樣發生出來的 而金融的核心一定是由第一張欠單開始的 所以無論如何 製造欠單都是重要的 這個就是金融的核心 金融101的最根本 就是首先要製造第一張欠單出來 那些專家就說 喂 那你是不是都做了欠單 如果那張欠單沒有信用 那很大風險 那風險不是來自這裡 因為 一定會有人賣債的 無論如何 你只要做得放債 做得放貸 就一定有這個風險 問題就是 你往後拿那張欠單去交易的時候 你賣大了幾倍 其實你要限制的 就不是製造欠單的部分 而是 當你拿那張欠單重新包裝 來變成槓桿產品 你槓桿上去那裏 那裏要做限制 這就是那些金融風險規管 經常搞錯了一個方向 搞錯了一個規管的地方 其實那些欠單的產生 其實就很簽差就可以了 很隨便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當一筆債 說到35年期的時候 其實你說沒有風險就夠說 譬如 你其實拿來講 你做過貸款 那個還款期是35年 然後你檢查它是過去那六個月的還款能力 他過去那六個月的還款能力 和他未來35年的還款能力 有什麼關係呢 一點關係都沒有 做樣子 難道你稱它過去35年 就算它過去35年有能力 未來35年 35年也不代表能力 因為當欠單有100張 有1000張的時候 它連結就是另一件事 問題就是連結就是 風險就攤分了 這個世界任何金融業的生意 其實保險也是這樣的概念 保險是一種對賭的概念 保險不是一種欠單 保險就是賭藥 那你一份賭藥的風險當然很大 你輸了你就糟糕 但是當你賭藥多的時候 去到開賭場那麼多 去到開賭場那麼多的時候 那你的風險就低了 因為當你去到賭場這個規模的時候 贏就是你 多數贏就是你 然後就好了 你既然有那些賭藥 可以多到好像賭場那樣 那你就可以把賭藥 然後就可以去交易 而交易的過程裡面 就一定會有槓桿 金融就在這些地方衍生出來 好了 而要規管的地方 當然不可以完全沒有規管 你隨便找黑衣簽一張單 這樣就太離譜了 但是只要他不是黑衣 他其實只要不是黑衣就可以了 他只要是有一些 看他的樣子有手有腳 最好不要是黑人 然後然後就 就像會去打工 黑人不是說種族歧視 只不過黑人找工比較難 你看到他皮膚比較白 看你的樣子 像是會找到工 其實那件事就去馬了 因為賺錢在後面 問題就是後面賺得狠不狠 而 英國人就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 香港就不明白 香港最依賴樓市經濟的地方 反而不明白這件事 你去到現在的租金成本這麼高的時候 租金成本是影響到各行各業的生意的時候 它令到所有的經營成本極高 而令到很多人不經營 這是發爛爛經濟衰退 發爛爛經濟衰退的時候 你有些東西哄回他才行 你每個租 不要說年輕人買樓 譬如做生意 如果做生意的可以零成本 可以零成本去買 要計算那條數 我這樣租鋪 每個月找來 拿來交給業主 不如我自己做業主 不如賺個生意 賣個鋪給自己 那你做生意的意欲強很多 這件事相差很遠 所以它不僅是在金融體系上穩定金融資本的根本 它也是安撫了這個地方的營商情緒 香港不是沒有錢的 香港人是很有錢的 但是香港人很有錢 他不願意消費 以及不願意投資在這個地方 不願意在這裏搞生意 中小企沒有了 為什麼他不願意搞 搞來得急 又要麻煩 又要對著哈里世代 去聘請他們做事 屌你了 後來麻煩到爆炸 然後他又會跟你說 好像上一節這樣說 屌你了 貧窮限制了他的工作態度 有很多人的工作態度很厲害 然後他說 為什麼 因為你呢 因為我工作態度是因為老闆你限制了我的工作態度 然後你呢 為什麼你要限制他的工作態度 為什麼你不加他的工資 因為你的錢拿去交租 那麼你越想越不足 於是你就發難詐息 發難詐息結業 然後香港發難詐息經濟衰退 這就是我說的 香港接下來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越來越少老闆 不夠老闆請人 不夠老闆用 那怎麼辦呢 你要有些事情 在政府層面 政策的層面 先哄他 而那個零丹妙藥是什麼 零首期 零首期 十成按揭 你先哄大家開心 英國做了 英國女朋友聽我的節目 我的節目發揮了作用 我再做多一集節目 希望香港就從善如流 尤其是 有人說現在加息 加息潮 加息潮還去搞零成本 不是零成本 加息潮還去搞零首期 豈不是更有風險 加息潮你更加要給他鼓勵 你明白嗎 正正就是加息潮 你現在不是低息環境 容易鼓勵人投資 高息環境很難鼓勵人投資 然後你告訴他 我這麼高息 為什麼要投資 不用首期 這樣也想 這樣有得談 你明白嗎 這個 這個 正正是加息週期 就更加需要推 低息週期不用推 低息週期不需要這樣推 低息週期這樣推 反而有風險 高息週期這樣推 風險小了 這個是反過來的 高息的年代更加應該 將那個 首期的壓力壓低它 快點搞吧 喂 我這節錄到這裡 因為今天有事要搞 希望你們有課金 對不對 我經常都塞錢入大家袋 尤其是第一節 第二節是做給政府聽的 第一節是做給你們聽的 民間有考慮到 官方也有考慮到 面面俱緣 短短兩節節目 就真的考慮了整個社會經濟體系 值得課金 但是我今天有事要做 所以只能夠做到這兩節 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阿菲 看看他做得怎麼樣 喂 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睇收聽我 以及感謝大家有課金給我 如果有的話 感謝大家的課金給我 沒有就 沒有就 沒有就激勾死人了 沒有你們要反省的 立即現在課了 好 喂 那我們就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看看阿菲說什麼 現在才會對阿菲說什麼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